牛肉蔬菜粥 大米洗净在清水中浸泡半小时 生菜切丝 将一块切丝 牛肉洗净切小片 牛肉中放入料酒半勺 生抽半勺 胡椒粉一克 糖半勺 顺时针搅拌 加入淀粉半勺搅拌均匀 锅中放入适量清水大火烧开 将米放入锅中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熬煮25分钟 期间不定时搅拌防止糊锅 放入牛肉片继续熬煮5分钟 加入盐一勺鸡精半勺生菜丝 拌匀后关火乘出即可 火烧开刚才油 倒露木 闻中放入